它是西方世界生产最广泛 量产时间最久的精密制导导弹 因其研发至今发展多达八种型号 而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空地导弹家族 它就是由美国研制的空对地导弹 AGM-65小牛空地导弹 又被称为右触空地导弹 后续我们统称为小牛 小牛的诞生源于美国空军在1965年时 发展性的空地导弹计划 用以替代AGM-12小斗犬空地导弹 使用无线电指挥引导的小斗犬 是当时美军战机的主力对地精准打击武器 于1959年批挂上阵 但随着在实战中的应用 其缺陷也逐渐地暴露 主要是飞行员在瞄准目标后 必须继续朝目标飞去 直到导弹击中目标 因此无法进行回避机动 使飞机暴露在较高的被击落风险之下 其次 小斗犬的弹头 对车辆或是掩体的击毁能力 虽然绰绰有余 但是对建筑物等大型目标的破坏力 明显能力不足 在越战期间 美空军在炸射汉龙桥时 就印证了这个缺陷 美空军最初是以小斗犬技术进行改良 但研发而成的导弹都不尽如人意 最终皆不成功 于是 在美国空军航空系统局负责下 由休斯飞机公司和雷希恩公司 共同开发研制新型号空地导弹 最初美空军的要求 是除了规避小斗犬现有缺陷的同时 其射程也要远于小斗犬的16.3公里 经过1966至1968年3年的研制 初代小牛A型应运而生 休斯的研发团队赋予小牛A型电视制导体制 制导系统采用了行星跟踪算法 其精度足以拦腰命中坦克这样的小目标 按照最初的要求 加大小牛发射射程包落 而实际研制出来的小牛A型 居然大大超过了这一要求 它可以实现精确打击点状目标 主要用于攻击坦克 装甲车 防空设备 海上舰艇 飞机场 导弹发射场 炮兵阵地 野战指挥所 交通运输设备 等小型固定或活动目标 以及大型固定目标 1969年9月 F4鬼怪战斗机 首次无制导试射小牛成功 同年12月 在新墨西哥霍洛曼空军基地 进行了第一次制导试验 小牛直接命中了M41坦克 随后 在1971年开始大量投产 并于1973年1月 正式进入美国空军服役 据统计 从1971年7月投产 到1978年5月停产 共生产小牛A型空地导弹 20100枚 月生产800枚 而以当时的物价和货币水准而言 仅一枚小牛的售价 就是2.3万美元 近2万枚小牛 除了美军自行使用之外 其中有超过5000枚 以外销军品的名义 出口到了伊朗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南朝鲜 瑞典 希腊 埃及等30多个国家 与此同时 美空军在基本型 小牛A型的基础上 不断地对小牛 进行了改进发展 最终形成了一个 各由AGM-65 A B C D Z F G H 共八个型号组成的强大地空导弹家族 而该家族的统一代号为 AMG-65地空导弹 即小牛地空导弹 小牛八兄弟的外貌相差无几 气动外形布局相同 使用的是同一种弹体结构 弹体均为圆柱形 长2.49米 弹径0.3米 翼展0.72米 弹重210公斤 十字形弹翼和舵配纸在同一平面上 舵的偏转角为正负35度 动力装置为一台双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 射程在0.6到48千米之间 最大射速在1.2马赫 小牛各型号的主要区别 在于导引头和战斗部的不同 其中 小牛A型和B型都是采用电视制导 B型于1969年开始改进 并于1975年进入美空军服役 其主要是采用景象放大导引头 并使用最新的透视镜系统 代替原有的电子摄像管 视长角从原有的5度调整为2.5度 使得座舱显示器上的目标图像大而清晰 并能够在较远的距离锁定目标 小牛C型和E型均为半主动激光型 C型在1973年开始改进 因导引头存在不稳定性 未能获准投入生产 因此未能进入现役 E型则是在1982年投产 于1985年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主要改进在于采用重量增大到 136千克的爆破穿甲战斗部 和可调延时隐性 与空中或地面激光照射器配合作战 专门攻击敌方部队周围的舰艇 和兼顾的地下攻势 且无需飞行员在发射导弹前识别目标 小牛D型为红外成像型 1981年投产 于1983年进入美空军服役 随后在1986年完成改进的小牛D型和G型 也都采用了红外成像 主要改进的数字式定心跟踪器 可使导弹飞向目标中心 同时 红外频段的选择 能够透过战场上的烟雾 获得昼夜全体后作战能力 小牛F也是红外成像型 1985年投产 1989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 其主要改进之处 是在D型红外像的基础上 转为攻击舰艇目标 增加了图像调制处理能力 并采用与E型相同的136千克 爆破穿甲战斗布和可调延时隐性 小牛H型为主动毫米雷达型 1991年开始试射 主要改进之处 是在F和G型的基础上 更换了当时最先进的导引头 并获得了昼夜全天后作战 发射后不管 攻击兼顾活动目标 以及多目标同时攻击的能力 一伤不同型号的小牛 被广泛装备在了美国海军 和空军的各种作战飞机上 使用数量超过25架 不同型号的战斗机 例如F4幽灵战斗机 F5虎式战斗机 F16 A10雷霆二式攻击机 等A系列战斗机 以及AJ37 阿尔法喷气 狂风等其他同盟的作战飞机 各种在一起携带的具体导弹数量 随其载弹量和作战任务而定 此外 小牛所有的型号 都要求能够自动跟踪 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的动态目标 因此使用的是无烟推进剂 这样一来 在导弹飞行最后约8秒的过程 对手很难用肉眼发现导弹的踪迹 综合以上优势特点 迄今为止 小牛在多次战斗任务中 表现也尤为亮眼 第一批在1972年交付的小牛导弹 赶上了越战的最后时刻 在越战中 共发射了18枚小牛导弹 13枚命中目标 而在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用58枚小牛导弹 击毁阿拉伯国家52辆坦克 命中率达到87%以上 1975年6月 在边境冲突中 伊朗F4鬼怪战斗机 向一群伊拉克坦克发射小牛 并摧毁了他们 5年后 作为两一战争的一部分 在莫尔瓦里德行动期间 伊朗F4使用小牛 击沉了三艘黄蜂2导弹艇 和四艘P6快艇 据统计 到1981年2月为止 发射的1014枚导弹中 有85%命中 到1981年8月10日 发射数字增加到了1168发 命中概率仍达到85% 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期间 空军F16战斗机 A10雷霆2式攻击机 和海军陆战队AV-8 发射了5000多枚小牛地空导弹 对伊军的T72坦克部队 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小牛在摧毁伊拉克重要军事力量中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3年进行了伊拉克战争中 小牛再次在伊拉克被使用 当时发射共计918枚 拥有出色表现力的小牛 空地导弹家族 在实战中充分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而小牛能够如此长期 受到用户的青睐 其决定性的优势 则是各型导引头之间的 高度可互换性 也就是模块化 如同装有飞行控制面 和液压作动系统的尾段一样 所有小牛的改进型号 其基本弹体都是相同的 因此气动外形也基本保持不变 甚至连包括自动驾驶仪 惯性传感器和战斗部 触发引信在内的主要电子器件 在激光和热成像两个型号上 也是相同的 在战场上 也可以随时更换有毛病的导引头 例如可以把A型导引头 换到B型上 这种模块化的思维 保证了小牛 拥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发展后劲 在信息化时代的空地打击战斗中 始终能够保持出色的性价比 而这一特点也成为了后来 空地精确制导武器设计者们 特别借鉴的亮点 作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空地导弹家族 尽管有很多型号已经停产 但其不断革新改进的脚步并未停下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小牛家族会再次迎来新的成员 也有可能将会被逐渐的取代 但从诞生之初到现如今 小牛已经服役超过55个年头 而他们的身影 也依旧活跃在层出不穷的导弹行列之中 可谓老计福利致在千里 不论未来 小牛将何去何从 历史的书件中 早已书写下关于他的故事 本期关于小牛空地导弹家族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评论区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